你好,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,我是黄宝鑫 过去两个月,IOI集团位于印尼的油中原熬过了干燥气候,没有出现热点火灾 大马研究相信该公司的油脂化学业务能维持盈利表现,但还是有提炼赚服走低的风险 因此预计本财政年制造业税前盈利赚服为6.3%,而税前盈利将下跌2.5% 此外,估计该公司本财政年的鲜果串产量平淡,因为预料成熟的油中种植面积减少 IOI集团还在探索收购的商机,相信在明年3月前利用脱售子公司所得来收购 否则该公司必须决定是否延长期限,又或者将所得以股息方式退还给股东 行家保持守住平级和司令级20线的目标价 双微三位最新的交赖双微伟乐医疗中心在上个月3号非正式推介 另外,双微医疗中心正在进行第四期的扩建工程,放眼在2022年竣工 风龙投行认为,双微是投资医疗领域的最连移途径 股价以本益比12倍交易,远远低过其他同业竞争者 目前,双微医疗业务仍然有可能独立上市 预料估值可达15亿令吉,而且还有上升的空间 此外,由于双微良好整合产业发展和建筑业务是风龙投行的首选股 加上未被发掘的医疗业务,还没获得投资者的赏识 行家维持买入平级和二令吉17线的目标价 胜利者国际Signature International截至6月底的2019财政年 取得1.81令吉的订单,按年增长40% 尽管订单大增,但当中缺少来自用务计划的订单 达证券相信该公司的厨房家具业务 能间接从用务计划激增的产业销售中受惠 新订单总会在项目进度达50%或以上时才颁发 估计用务计划订单会在2021年开始流出 行家看好该公司在产品创新和客户满意度方面保持领先 直接向供应商采购原料 同时还启动了成本合理化的计划 行家估计本财政年净利将猛涨121% 维持买入评级和60仙的目标价